今天JT試車算Super A90 找一下卓偉和我一起試真點這輛車 喂卓士 你又威風了 車主實測 是否先任駕駛 沒問題 今天為何會叫卓偉來呢 其實卓偉是一輛1M的BMW 而BMW1M的引擎是N54 跟這輛B58的馬力駕駛很相似 跟前期的M2亦一樣 我想試試自動波及棍波 究竟我喜歡自動波及棍波 或是兩副手機的門口 或者是寶馬的波箱 是否成熟到可以取締棍波呢 相信有些冤緣在這輛車上 雖然這輛1M 但這輛豐田SUPRA 其實跟寶馬都有關聯 它其實根本就是寶馬 當然有少許觀眾不知道 看看雖然是豐田的車 但整個車由頭到尾是在寶馬分產 所以整個車輪引擎和波箱避震機都是寶馬製造的 基本事講解完了 你說明是任駕駛的 我今天是SUPRA放題了 那走 出位 我們現在出發了 初步駕駛很新款的東西 新款跑車一上手便舒服 平衡性高 例如我們下雨渣過水淀 開油很幫助 沒有太多實惑動作 新款車的轉向反應和彎中間的感覺 熱當感是舒適 容易控制及平衡性高 我現在用一個普通的模式去感受 我們一會兒可以轉過Sport Mode Sport Mode 看看有甚麼分別 不好意思 先駕駛駛 聲音不同了 聲音較為好 響了很多 油門反應快一點 我覺得是最主要是油門反應快了 Woo Black Fire 開Sport鍵的Wild 開啟了 有些聲音聽 有些聲音聽 拖波反應都快 我當時駕駛1M 我一跳上慣了就長按 我不是要特地要重新駕駛 如果有甚麼事 我想我自己擴充回車 絕對是 1M 如果不認識 你一進彎後 它會有少許感受到兩個輪速度不同 最主要是C讞駕駛�駛 其實駕駛越稽 gera 最主要用於一部 understood MDM模式口OUT 才會駕駛比較堅強 感覺到這部 Victor 這部機器 全這部是適順油私 收到車 Joy 很舒服 很像一個大CC的 很像一個大CC 大家就是Tri Nu 物品水IM editors 反應都是很Smooth的 但M54或1M 一開始時覺得這感覺是行Q一點 對呀 很適合 很適合 適合適合車架 即使駕駛車架下地 轉向再開油 駕駛者會令你有信心 你很快可以融合到車上 但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原裝的S1 輪胎高 車的動作會很強 身體擺動也會較多 對 我想是避震的調校問題 但原裝來說 它已經做盡了 如果今天試駕駛車一般街道 我覺得舒適 再加上下雨 加上下雨 下雨真的可以 當然 乾地的Grip 再高一點 可能會衍生另一個問題 就是身體擺動更多 好 現在我們換了James 車上車 我很喜歡這輛車的波箱 可能我少接觸PDK 半自動 例如CSG 或光輔的波箱 但一定要打開Sport Mode才有感覺 其實已經開了沒有 還未打開 先打開了 現在已經打開了 接著 先打開Sport Mode 嘩 聲音也不一樣 聲音也不一樣 很明顯 立刻有跑車的感覺 對 我平時沒有開門 我都不滿意 你問一下 油門反應應該快了 很明顯是 而且力量大了很多 一踏下去 而且我經常說的就是 力量一出來時的踏車 是會容易掌握一點的 譬如你剛才一開車 車開始掉落的時候 是有足夠的時間 有足夠的時間給你 是容易修正的 但這輛車我都覺得舒服得心應手的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它不會給你驚嚇 對 它有足夠時間給你反應 或者不會客戳駕駛者 你試試駕駕駛1M 關掉了Traction Control 每個汽車都… 嘩 嘩 嘩 真是的 其實整個全原裝都不錯 萬加一流 你駕駛得完已經很快 對 基本上不用怎麼改 這件事的改裝駕駛會炸 那我是說事實上 你覺得兩副引擎 SUPER 和Nm那副手機 剛才你都駕駛同一個路段 你自己覺得POWER是得心應手較多 SUPER 是得心應手較多 我剛才說SUPER 駕駛是很舒服的 足夠時間讓你慢慢處理很多東西 但1M 是要開啟你個人的感應器 長期感覺車尾巴一踩駕駛時 動力一落到輪胎會否動 你需要怎樣去救 怎樣去輔助它 你要多忙一點 但如果原裝1M 到避震機 一定不可以像今天這樣駕駛的車 有少少不公平 但1M 的力量 我自己覺得高轉來時很澎湃 但最初3,000 至4,000 轉 那輪胎是好像外製一點 SUPER 就接得很漂亮 像一輛大CC的車 而且1M 的力量一來時 感覺上一輛給你 是 但SUPER 是很順順地派給你 對 我認為1M 要開啟人的感應器 要很留心 專心 但同時為何我們這麼喜歡這輛車 因為有一個原始駕駛感覺 沒錯 很牛正 我也是喜歡這輛車 而且剛好那天下雨 即是達地這麼滑 避震機如果鍛鍊得不好 很硬 即使搶來搶去 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 我挺喜歡這輛車的感覺 是 你有沒有留意SUPER 引擎倉位置沒有那麼高 好像是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只是看數據為何差那麼遠 而且重心低 是幫助你轉彎是很大幫助的 一定是 所以我覺得SUPER的彎是容易拿捏 而且是高的 是 是另一個駕駛樂趣 你剛才提及重心 我們由SUPERA坐到M 雖然我換了座椅 你坐得低了 但相對地你都會覺得SUPERA的平衡 是會高一點的 是 即是駕駛平衡性及座椅各方面 車架及底擔 所有設定的平衡是高一點的 其實這輛車的駕駛和平衡 做得很好 例如我們剛才駕駛的駕駛 車的安定感很大 就算有些反應突然產生 你都可以救到這輛車 不用特別高的技術 都可以補救到 做一些補救的動作 至於我喜歡1M的原因 不是因為線性 而是因為狂野 兩輛車很極端 但我沒有想過SUPERA 這輛引擎的能力和波速 是否會這樣配合 我自己有驚訝的感覺 完全同意 因為剛才我們試過 SUPERA給我的感覺是舒適 容易上手 大部份駕駛者跳上車 是很容易融合到我的車 現在車的反應給你的感覺是 你有充足時間去處理 你去控制它 譬如我們今天下雨 一開油 車開始想打滑或掉落的時候 是有足夠的時間給你控制 是柔和的整件事 1M 知不知說得對嗎 很狂野的 我形容它是很野性的 很多有經驗的駕駛者 都會喜歡它 原因就是它所有東西很直接 我經常說駕駛這輛車 你整身的感應器 人的感應器 你開了 你在感覺車的 你要感覺它的動態 還有你每次加油的時候 踩油的時候 動力落到輪子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動態呢 你要整身跟車融合一體 去感覺它 所以駕駛的過程當中 一般駕駛者可能會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它的反應真的很快 Super 會舒服一點 柔和一點 容易操作一點 包容指數很高 包容指數高一點 我經常說 其實我們在街道駕駛大部份的時間 七、八乘時間都是慢車駕駛 你可能只有一、兩乘時間才會踏車 所以自用波箱 舒適的駕駛感覺 我很喜歡 如果是走路的話 其實這個波箱我100分 完美 絕對是 你呢 我也是 以前我們小時候不用想 一定有幾億子有滾波 但現在我都會選擇自用波箱 亦是因為新款的波箱 自用波箱的轉波速度很快 還有downshift的反應 好像是C-C-C波箱的感覺 對 很舒服 即使我不介紹一下它的缺點 其實1m的波箱的滾波好玩 但它的gear ratio比數是比較疏離 其實當時美期的135i有DCT波箱 我覺得那個波箱是比這個滾波 加速快一點 還有銜接是好一點 所以手波、自用波 就看駕駛者的選擇 對 特別新聞報道 想跟大家說說 我的Super A90 我決定了不用2J machine 我會用B58 它原本的機器 為甚麼我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我做了很多車 都用了2J machine 用到我都麻木了 但其實我覺得這副引擎的潛質 應該都挺強勁的 因為我駕駛的車 其實挺好力和很快的 所以我決定要用B58去改 我其實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記得我去年 我不是去年還是前年 我看英國的車展示 很多Super Car、Hyper Car、改裝車 都會跑出來 我便很開心看到H-Case 國有信徽 拿著新Super出來 進行駕駛 看它之後我突然呆了 很失望 為甚麼呢 因為我看到H-Case的車 用舊的2J machine 沒有新的B58機器 有點失望了 因為我看到美國那邊 有FORMULA D Trust那一隊 以及Workstar那一隊 Espot開的那一隊 他們都用B58的機器 都拿到800至1000匹 這個維修還不錯 我希望我們本土 香港可以做到一副 600至800匹的引擎 去參加Drifting的比賽和Event 我想說B58的機器 和上一代 保馬N500的機器有甚麼不同呢 上一代M3、M4、M2 吸引一些順庫機器 叫做M55 而現在這一代B58機器 就是Super機器 接下來的新M3和M4機器 叫做S58 都是近似這副機器的Base 但舊款的引擎和新款引擎 最主要有甚麼不同呢 重量不同了 新款引擎輕了一點 還有重心低了很多 矮了一點 變了好處就是 放開車後 彎的結構會高了很多 又不用凸凸這麼高 因為我要改這副引擎 我近這幾個月 半年 不是幾個月 在這副引擎做了少許的功課 找了美國、英國 不同的做Pistoon 或做引擎的公司 給了一些資料 我自己在想了很久 有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想說 中缸的水路 其實M1的機器 水路做得很好 像護城鴻那樣 圍住Pistoon的位置 散熱水路的確是很好的 但問題是它的光性差一點 另外它頭尾的六個光 固定位置是比較脆弱一點的 一頭一尾是圍住它 到B58機器了 中缸的密度高了很多 光性好多很多 但水路就少了很多 散熱程度應該會順適一點 但真的改起來 Compate engine 之後會怎樣呢 試一下才知道 到第二點 我發現了中缸的內壁 舊款M55機器裡面 它的內壁 兩邊已經有鑽了鐵內 譬如你補充的引擎 可以摸一摸空 可以換一些大一點的Pistoon Ring 都可以用得到 但新款的B58機器就不可以了 因為中間裡面那一層 是噴上塗層的 坊間的workshop 或改裝部 應該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這個塗層是甚麼呢 叫Electric Edge Wire Space 其實很近似AMG A4Nano Style的原理 因為這個塗層 會令到Pistoon Ring 流暢度會好一點和耐用 散葉會好一點 最重要就是輕了 原裝我試過了 這部機器 我決定會裝鐵的系統進去 裝了之後的表現 究竟有甚麼不同呢 以及會否變得更好呢 我找到一件事 終於跟2J machine一樣 就是Flying Order 它是153624的 153624是甚麼呢 不是電話號碼來的 是在講死器排放的次序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同一時間 它123456缸同一時間 去排放的話 就會產生阻力 就沒有那麼流暢 搞到它有甚麼呢 就是為了死器更加流暢 有次序地去Turbo 所以它分了兩條招 1-3缸一組 4-6缸一組 就會形成大塞車 這六個缸死器的排放 很順暢地綿綿不絕地去Turbo 使用了工作效率更加好 像一個大CC自然吸氣車 踩油的感覺 這件事我也認同 因為正常 你的Turbo大 馬力大 不少都會有Turbo的感覺 是走得不好 而這個設計的話 就像一個6000-8000cc的 自然吸氣車 踩下去是很Smooth的 進去 2-4 G 0-60 1-2 後扇 6-7 G 2-5 G 1-4 G 1-4 G 1-5 G 1-5 G 2-4 G 2-6 G 2-5 G 1-5 G 1 G